前面有提到就是说,一个双引号变两个双引号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方法,用取代的,用记事本来取代 有时候反而更不容易出问题 像刚刚我们那个公式里面有很多个双引号 但是不知道哪一个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漏掉一个没取代到 那也不行,也会出错 所以特别小心 我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用记事本来取代 把这一串 它本来是一个双引号,你可以把它取代之后变两个双引号 取代的话就编辑取代,一个双引号变两个双引号 全部取代,再贴过来 这样的话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好方法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的注意 另外的话就加FOR一圈 OK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就是说 除了用刚刚的方法之外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输出的部分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特别注意到 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 输出的结果里面 你会发现 它这个实际上就是把公式 这个公式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让它执行 但是有同学会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我今天我不是要丢一串公式 我希望看到里面就是这个手机号码 而不是这一堆公式在里面 OK 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要输出的结果 不是一串公式的话 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完成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讲的这个方法 它有个好处 就是说呢 这个这一段先删掉 它有个好处就是 以后呢 如果你们 假如说已经有一些公式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直接可以把你的公式 输出到某个范围里面 用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 也就是说这一招 你可以用在 就是说你已经会写Excel的公式 那你可以直接把公式结合VBA 马上就可以升级了 OK 然后就可以变出一个按钮 当然也可以用录制的啦 不过我是建议 录制有时候不是很好的方法 因为很多地方 你还是做不出来 或者甚至有些逻辑改变的话 你会变成会卡住 所以我是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呢 就是说能够多多自己写 当然是最好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 输出的结果不是一个公式 而是最后的结果 那该怎么去修改这个程式 那接下来一样 我们一样切到VIO Basic 然后做另外一支程式 那支程式叫门号好了 也许这边就不是公式 直接把结果输出 到那个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我是顺便讲一下 因为原来的VIO Basic环境 它这个画面很大 会把整个以色列挡住 我建议你可以先把它缩小 移到下方或移到左方 反正移到右方 等等的 你就是移到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 再去撰写对应的程式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以后你相对比较不容易写错程式 因为像我的习惯就是我看到什么 我写什么 这样的话相较之下 就比较不容易有出错的可能 不是说用闭着眼睛在写程式 而如果看到一个步骤 我就写一行程式 这样的话相对也比较不容易出错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 你们的字可能太小 如果你这个字太小的话 预设好像9号字 你可以到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选项里面有个撰写风格 工具选项里面有个撰写风格 那我建议你可以把字 至少因为它原来好像是9号字 这太小了 你可以把它放大到至少12 甚至14号字 如果太小了14号字好了 这样OK 可以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点 OK 那再来的话 如果今天希望 输出不是公式而是结果的话 那怎么做 这里的话 首先我们要写一个sub 叫门号好了 其实偷懒一点 你可以把这个上面复制一下 移到下方 直接把它贴上 然后按Enter就可以了 sub 门号 OK 那其实要跑的回圈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你干脆拿着 干脆整个拿来复制贴过来好了 然后再把这个回圈 复制贴 那我的习惯是拖拉加Ctrl键 拖拉加Ctrl键 就是等于是Ctrl C Ctrl V的意思 那接下来的话 我输出不是要公式 所以刚刚用这个方法就不对了 那我要用什么方法 记得把这个等号 后面的这个程式先删掉 再来的话 我们就不是输出公式 而是输出什么 输出我要的资料的位置 OK 所以基本上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自己去 程式上面看 然后再来做输入 那首先的话呢 我要的资料在哪里 我要的资料 我要输出的位置在这里 假设这个 这两个要三码 那之前用Tether 豆点000 不过呢 在VBA里面 如果你假设 要把这个变三码 其实在VBA里面 它不叫Tether 另外它名称 因为VBA的函数 跟以色列函数 两边其实不相通的 而且名称不完全一样 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 在VBA里面有叫Format 所以如果我今天 我希望输出好了 我先清除 这个这边把它清掉 那我可以怎么样 等于后面的话呢 有点像在Excel里面 输入公式 那你就什么 09 OK 控一个End 在Excel里面不用控格 在VBA要控格 End什么呢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那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其实是F欄 所以你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把这一个Sales 瓜糊I列的E欄 把它复制过来 感受键按住 然后再拖拉 把它改成F就可以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0911 然后0928 那如果我现在把它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 911 不过因为输入0 0开头的数字 那当然0就被去掉 除非你再加一个非数字 End什么 End一个-的符号 那再把它输出 0911-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End什么 在End这个 End 这一个 可是如果这个84过来的话 不对应该是3 所以呢 我们 可以用类似之前 之前用Test 不过 在VBA里面 叫Format 如果你不知道说 到底VBA里面 有多少个函数 它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打一个VBA 点 它会把 在VBA这个物件里面 所有的函数都 都把你列出来 其中的话呢 有一个叫Format 所以点 这边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F F 它这边就出来了 哦 在那个VBA里面 有一个叫Format的函数 OK 那这个Format函数怎么用 如果你不会用的话 有几个方法 它会提示你 第一个 钱瓜糊 它后面会给你提示说 你要给我个Expression 就是你一个叙述 这个叙述的话 一般就是资料在哪里 其实资料就在这里 OK 所以我就把这个资料给它 这个是 Sales ID的G栏 所以复制前面这个比较快 把它改成G Sales ID的G栏 然后呢 逗点 Format Format其实跟那个 之前在TESTV里面的 那个 制定里面的 概念一样 所以0 0 0 后双以后 然后 后刮弧 这样就OK了 那我就知道说 其实跟那个 Format 其实跟TESTV蛮像的 那当然你VBA 点这个 如果不加跟加都可以 如果你加了 好处是你点下去有提示 但是不加也没关系 OK 另外的话 如果你想要知道 Format 这个函数的完整的说明的话 因为有同学说 我想要完整知道 到底 VBA里面有多少个函数 或者是哪些函数怎么使用的话 那教各位一个方法 你按F1 在 游标停在Format上面 按F1的话 它会连到 那个微软的官网 然后呢 帮你把 这个Format的电子书叫出来 OK 里面跟你讲说 传回什么 然后做什么事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它就是说里面写的 就是写的 让一般人可能没办法那么容易聊 当然因为我们已经看习惯了 所以我会比较知道说 它到底叙述什么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完整的说明 其实这里面都有 OK 可以爬一下 另外的话呢 可以从这边呢 再往上一层 它有个转换 函数 函数 所有的函数 其实函数就是函数啦 反正它只是翻译的名称问题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VBA里面 所有的函数 有多少个的话 点下去这边也都有 你可以怎么样 一个一个再去K 像以前我最早学习的时候 我是真的把每一个都把它 点开来 然后自己再做一点笔记 完全去了解VBA到底有哪些函数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VBA的函数 跟以色列的函数 其实有些地方是相通的 名称也许有些一样 也许有些不一样 这个可能要稍微跟各位讲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按F1 我们用Format 然后一样把84拿过来 格式化成3码做数 所以你去做这个按执行 084就有了 那后面的话呢 一样 and- 然后把这一行复制之后 贴到后面来 然后呢 把这个G改成H 这样执行 这样执行 就多一个 就OK了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输出的结果呢 就完成 那它跟刚刚的那个 用公式输出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最大的差异就是说 输出的结果 这边呢 就不会是一串公式 而是 什么呢 最后的结果 OK 那两者之间 当然最大的差别 其实当然你输出 以长度来看 这个相对简短 比公式还短 所以 输出公式有 输出公式的好处 就是说什么 如果你懒得再去思考说 到底VPA对应的程式怎么写的话 其实就丢个公式不就OK了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着重是效率 着重是整体性的话 那还是建议可以把它改写一下 只是说呢 如果你要改写的话 还是需要彻底了解什么 这些相关函数 VPA里面的函数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打个VPA点 另外的话呢 他会提示 另外配合F1 他这边有一些相关说明 如果你想要彻底了解 VPA有哪些函数的话 这边就可以点击了 他其实有点像个电子书 只是缺点是 他这里面说的 就是叙述的方法 可能没有办法 让一般人很容易了解 当然另外一个方法 要不然就是 可以再把这个里面的函数 再用Google再搜寻看看 看看有没有一些 人帮你特别整理一下 三星人士整理一下 做完之后的话呢 再做个按钮 放在这里 那我的习惯是 直接拿这个 复制这个按钮 直接把它贴到底下 移到我们想要移的位置 再按右键 重新指定 那个我们要的按钮 叫做门号 把这个门号 两个字复制起来 把它直接 确定之后 把这个名称稍微改一下 叫门号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那你想说 用复制贴过来的好处 主要的地方就是说 你贴过来的按钮会一样大 你就不用伤脑筋说 每次在这边再做按钮 按钮大小不一样的问题 OK 所以最后做完 这个是清除 输出这个的话呢 这边是公式 输出这个的话呢 最后的结果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程式不多 也是一样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几行呢 在这边的话 是第15行的地方 第15页的地方 会有这个我刚刚打的程式 那请各位呢 先试试看 好